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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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了古根汉了 因为今天是展览结束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五 所以来参观的人非常多 古根汉美术馆它位在曼哈顿第五大道的中央公园旁边 那这一座建筑呢在纽约众多的博物馆之中算是非常特别的 它是由美国建筑师Frank Lloyd Wright所设计 而且也成为了20世纪最重要的建筑标志之一 古根汉美术馆在1959年的10月21日正式对民众开放 但是很遗憾的是 莱特在五个月前也就是1959年的4月9号就过世了 所以他没有能够亲眼见到自己的杰作 古根汉美术馆的展厅设计呢 是从地面缓缓升高的一个螺旋走道 那展出的艺术品就陈列在走道的这个墙面上 走道的一边也有一些延伸出去的展览室 礼品店和咖啡店 那这里的展出都是以现代与当代的美术品为主 像是康定斯基、保罗克利、马蒂斯、莫迪里安尼等等 他们都有作品收藏在这里 今天要来看的是瑞典艺术家Helma of Kling的特展 他的标题是未来的画作 这一次的展出呢可以说是美国有史以来 最完整的Helma of Kling的个人展 收录了1906到1920年之间的作品 在美术史上呢 把康定斯基、马列维奇还有蒙德里安这些艺术家 奉为抽象艺术的先驱 但是呢Helma of Kling比他们更早开始从事抽象艺术的创作 当同期的抽象艺术家们都在广泛的发表作品的时候呢 Helma of Kling却将这些神秘前卫的画作保密 因为他相信在当时的那个世界 人们还没有准备好去理解他的作品 甚至他还要求在他过世之后的20年之内 不可以把这些作品攻诸于世 也因此呢 一直到了1986年 他的这些作品才被世人看见 Helma of Kling早期的创作也曾以写诗主义为主 他画了大量的风景、人物 甚至还有植物、宽虫等科学插画 事实上他直到40多岁才开始创作抽象和神秘主义的作品 那在他的作品当中呢 有大量的几何图形、象征图案、语言学、符号还有科学的元素 在他17岁那一年 他的妹妹意外地过世了 于是他开始接触通灵和神智学 对于灵魂和神秘主义的探索 就成为他日后主要的创作主题 这次的展览最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 是他开始创作抽象画的早期系列作品 The Ten Largest 这十幅巨大的画作代表着人的一生 我非常喜欢他这系列画作 虽然是一百多年前的作品 但是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有现代感 另外一个最快制人口的系列 是Paintings for the Temple 这是在一次降临会当中 他受到精神老师的委托 去修建一座布满画作的神庙 于是他创作出了这个系列的作品 除了画作之外呢 这一次还展出了许多 Of Clean的手稿和笔记本 他在1944年过世了 留下超过一千件的作品 可以说是一位非常多产的艺术家 我很喜欢果根汉这一次的展出 可惜的是呢 当天参观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没有办法静下心来仔细的欣赏和聆听导览 再加上这一次展览整个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从一楼到五楼都是 这样庞大的展出呢 真的需要分好几天慢慢的来欣赏 这个展览呢到4月23日就结束了 没有时间去看第二次 是小小的遗憾 希望你们还喜欢今天的内容 如果希望以后我可以多拍一些看展览的影片 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你们的收看 那我们下次见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